Magic Box 照亮点 嗨 大家好 通常我是不爱说话的 因为 我根本不会说话 难道你看不出来 我就是那个 会让你浑身毛骨悚然的 Anna Bell Anna Bell 饿吗 我真的觉得 大家都误会了 人家我可是只 很可爱的高级洋娃娃呢 不过 对于那些顽皮的小孩 我还是可以让他们 哭哭的 I can really make them cry 但我还是很想跟大家做朋友的 Can I make friends with you? 好啦 刚刚是吓下你们的 先别急着害怕嘛 怕你们不懂 我就先解释一下好了 刚一开始说的 I can really make them cry 我真的可以让他们哭哭 这边用的啊 就是Can的肯定句型 Can是个主动词 用来表示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主词加上Can加上原型动词 那Can的后面呢 一定要记得是接上原型动词哦 那我们很肯定的 当然就是有否定咯 除了肯定之外 当然也有否定 那有看过我主演的片 你们就知道啦 我总是会 阴魂不散 大家都甩不掉我 They can't get away from me 否定句型呢 只要在Can后面加上 撇T变成注词 加上Can't 加上一样的原型动词 一样结构 那Can't 你可以写成C-A-N一撇 然后再一个T 或是连起来直接 Can not C-A-N 不用Space N-O-T 那都是一样否定的意思哦 那还记得刚刚问大家的 可以和你做朋友吗 Can I make friends with you 用到这个主动词 Can当作一问词 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啦 因为生活中处处都是用得到哦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Can当作问句的时候 该怎么使用呢 非常简单 将这个Can放在句首 后面呢 接上主词 I 加上原型动词 Make Can I make friends with you 或是呢 我也很喜欢问小朋友们 Can you play with me 你可以跟我一起玩吗 Can you play with me 好了 那问题问完后呢 就应该要回复啦 那当别人用Can 这个疑问句问你的时候 你该怎么回答呢 如果你想回答说 哦 我刚刚刚那个问题 Can I play Can you play with me 的问题的话 肯定句呢 你就可以说 Yes I can I can play with you 或是呢 只要直接说 Yes I can 就行啦 那基本上就是 Yes加上主词 加上can 咯 那我想 大家都会想跟我玩的吧 那这时候呢 有人可能会说 No I can't I can't play with you 也可以简答成 No I can't No加上主词 加上can 或是还记得吗 直接说I can not 也行哦 讲到喉咙都扫瞎了 各位啊 这么认真的讲解 给你们Can的各种句型 都有没有都学起来啦 安娜贝 我真的是累累了 有谁 可以带我回家吗 Can somebody take me home 带我回家 我先干什么还记得吗